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是在Arduino的存储器的某个地址上保存了整数6 那么好了 这个保存了整数6的地址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单目运算符来获得变量的地址 新建另一个整形变量Adder 用单目运算符把变量Clible的地址复制给Adder 通过把Adder在串口监视器上显示 就能看到变量Clible在存储器中的地址 除了用变量Clible来直接访问保存在存储器上的数字6以外 还可以用指针来指向保存着6的存储器地址来访问 新建指针时 先声明指针的数据类型 然后在变量名前添加一个星号 比如int星号pt 新建了一个整形的指针变量pt 接着把变量Clible的地址复制给指针pt 这时指针变量pt指向数字6 只要再用星号加pt的格式 就能访问数字6了 除了整形外 指针还可以是其他数据类型 比如辅点、字符形等 比如我们新建一个辅点变量π 其中保存的是圆周率3.14 新建另一个辅点指针 星号pt下横线π 指向圆周率的地址 从串口监视器上 可以看到星号pt下横线π 也就是指针pt下横线π 实际上就等于圆周率的值 指针数组可用来保存一系列数据 它的声明方法与声明指针相同 比如要新建字符型的指针数组 首先用char表明这是一个字符型的指针 接着是指针的符号 星号 然后是变量名称 比如nams 因为是数组 还加上中括号 比如要向这个字符型的指针数组 保存单词的列表 可以对它进行复值 比如在大括号中 每个双引号是一个人名 把这四个人名都保存在指针数组 nams中 在访问时 只要在指针数组的中括号里 用索引来定位 就能访问相应的内容 比如这个负循环中 i从0到3增大 于是从指针数组nams中 依次把Tom Chris Ely Laura 这四个字符 显示到串口监视器上 电视频 都用来承转 点针数组 或设论